Hello大家好,繼續回到Pokemon的繪耀之影 上次說到終於來到第七個道館 然後我就將這個超母夢變成適為的超母夢 並且將能力值改為極致,頂級的能力值 透過他的道具背鎖匙 然後就順利打贏了熔岩團的首領,車艷蟲 以及解決了水艦隊的劇情,幾經辛苦 還要是幾經辛苦,不要以為我把能力值改強之後是超簡單的 並不是很可惜,依然是很難打 OK,現在我們來打一打這個超能力道館,順便賺一下錢 OK 這隻就是超能力 嘩,你有惡技 有惡技都無所謂,不錯,我會回血 我會隨時隨地回血 OK,我不打雙打 超能力 超能力應該死了 你這樣也不死一定有古怪 油肌立我可能一下超精神強念可以頂得住,老實說 我還要六十幾個超夢霧 上次我都說過,他的能力有機會是交過來的 劍?水? 我猜應該是可以證實,雖然我沒有證據 雖然我沒有證據 證明他一定有改能力值 但我感覺上應該是有的 欸?被人封印了 他竟然封印了 精神強念 佐羅亞克 衝啊 你怎麼有佐羅亞克的 這個不是超能力的道館嗎 OK 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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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踩 高出20 其實也很厲害 有六萬元 各位可以抽東西 我們來看看這個道館是什麼 這是雙打道館 我知道了 我看一看一開始那個陣 我就知道他會用什麼 我們下雨 我們先用大劍鬼 升得很慢 後面的 衝浪再加背寒印 斬這隻 打Mega進化吧 魔法閃耀 哎呀 打死自己大劍鬼 看來是打不贏的 今次呢 有機會是打不贏 背寒印 OK 打死他右邊那個 嘩 這隻有Mega進化吧 雙Mega 是不是 原本以為很容易打 這個遊戲 誰知道玩到差不多 就開始瘋了 精神 這個精神 就是我想要的技能 沒有啦 我連他三十多都贏不到 我也是要有招鋼技才贏到 超夢夢 唉 我們不如 先不要抽東西 我們先把性格改一改 我想把它改成特攻型的超夢夢 我不是應該飛到這裡 我應該飛到上面 這裡 改性格在哪裡 特性 他沒有可以改性格 根據之前救援六寶石的玩法 難道要在卡亞之士的學校可以改性格 我們色目二代看一看 精靈中心在這裡 然後站在這裡一陣 沒有啊 好啦 上網看完一看 他好像沒有提到哪裡可以改性格 對啦 所以我們超夢夢要先用這個性格 暫時來說 好 沒關係 我們去看看 有沒有一招降的特攻擊 我要一招降的特攻擊 是叫做 什麼 什麼 什麼炮 忘記叫什麼炮 我覺得應該未必有啦 降的那招炮 衝擊 自由落體 自由落體也有 厲害 乾液他就學不到啦 地月陣 沒有啊 毒液衝擊 精神衝擊 龍爪 真的沒有啊 死前藍甲 龍尾 藍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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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技能不適合 這技能不適合 沒有那招適合 這技能 神經病 那怎麼打 我突然想起這遊戲 如果是以救援六寶石來做機底的話 我怎麼打 這個陣容 救援六寶石機底我贏不到 這個陣容 神經病 我正在說之前的陣容 我都打得這麼辛苦 這個陣容怎麼打 玩東西吧 會不會有機會其實我的level問題呢 因為本身他的level好像已經要70了 我嘗試一下升到70 他哪裡可以讓我升呢 他level全部那麼低 這些訓練家也只有600多 一場 超人呢 507 我都好像看不到超武門的經驗值有動過 有動的動過一點點 好 那或者我們試一下用釣魚的方法 看看可不可以 釣到一些厲害的東西出來 562 然後我就開個幸運蛋試一試 裝著幸運打,看看他能夠給到多少 幸運打呢? 這裡 好,來了 接著調光 照道理會進化,不是進化左一點,咦?1200 高一點點,高一點點,都可以升一下你,先升一升 好,在剛才的升期間,不知道為什麼中了筆,我懷疑是跟升有關,我們現在試試看 我記得剛才我把超夢夢升到65,之後他就卡住了 現在我來試試用SL大法,然後將他升到65,看看他會不會更輕 如果真的更輕,超夢夢可以放棄 好,64,65 嘩,嘩 嘩,什麼技巧? 嘩,原來就是因為這樣,所以要輕機 我們看看他這招什麼東西 後悔了招亂馬的技能 我們看看這個什麼東西 那個技能沒有PP 我們試一下他回血,看看他會不會有PP 應該沒有吧,0至0 那我們用PP增加劑 PV提升劑,會有任何效果 他這招是筆的技能 OK 即是說他是不可以 如果他在街上學65 即是如果他在街上升,升到65應該會輕 即是我要用64之後就用神奇堂 那幫他升 換言之,OK 我們馬一顆,然後等一下就幫他升 各位,我來到這個水墓陣 發現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那之前呢,九月六寶石 他就會在這裏的地方 有一個訓練努力值的地方 那這裏好像也是有的 但是他就用了這個形式 然後來到這個神奇的地方 那這個神奇的地方 上面是有一些50L的精靈 最重要是三階段進化體的精靈 即是說他們的經驗值會高一點 比起正常的精靈 所以其實這裏升也是一個選擇 所以我就會在這裏升 並且 這些50L其實都難打的 最好就選一個 最高能力值 最高經驗值 一千 那其實算是幾高下 一千 還可以有負敵捉 雖然 超古代負敵都可以捉 不用去這裡捉 但是都可以捉一下 一千 有一千經驗值都不錯 不過這些打不死了 所以我們選一些 他應該有個是血量的 這個容易打 一千三 怪力 這些 這個不用打 防禦 防禦的努力值 我們不打 這個血 血量應該高經 一千三一隻 一千四 這裏升是好地方 我絕對是 起碼升到70L才走 好了 我們出來了 現在超夢夢已經升到73L 都算幾高下 那我就可以回去 然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就是 我來到73 超夢夢都依然沒有技能學到 所以我就想試一試回憶 但首先我們要找一找 深之輪片找到了 因為我記得某些位置會有的 好 這是什麼人 好 深之輪片就是這裡可以學技 就是這個肥兒的 他就可以找他學到什麼技能 是沒有的 就只有這招 這招神技的技能 這些大劍鬼就是正常的技能 水衣背就沒有什麼特別 兩招水槍 不知道為什麼 一招又一招垃圾技 不知道為什麼 這裡有筆 好 換言之就是說 這個 這個 這個超夢夢應該是沒有任何技能 可以學到 他自己 所以 唉 我就是差了鋼技 其實現在 說有九萬元 正 我們終於可以抽東西 好 我再看一次 究竟有沒有鋼技 是適合超夢夢可以用到 就算他是物工技的話 我可以把他拿到 嗯 嗯 好像真的沒有 如果有鋼技 那隻今天 沙來的應該死定了 毒技 毒技可以嗎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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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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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不約超燒藍石蜂 其實可以 好 有烏泥炸彈 沙內堂這些 起碼要先打一半 我們來試一試 好 來 先 先幫他踩一隊 雖然 他... 就是我有毒技的技能 可以打到他 但是依然 也是雙打來的 所以其實都很大威脅 因為我那隊都沒有傷打蟲 好來了 行運版這些可以改走 我們直接用這個講究眼鏡 講究眼鏡 鱷魚要不要下呢? 趙鱷魚趙鱷 OK 細魚 但是見不見他超夢還是水衣貝呢? 阿里多斯也好 阿里多斯先 好來 打贏不贏了 先殺沙漏到那邊 玥石可以留一留他 因為他應該對我們沒什麼傷害 烏泥炸彈 接著就用影子偷襲 或者前妖 前妖的這個 魔法閃妖 OK 打一半 而且我速度不夠他快 對喔 不過他快到速度 嗯 大劍鬼 烏泥炸彈 這裡用 潑海忍 砍他 哎呀 砍他不死先仔 催眠 太陽癌 等兩球 這裡應該好 對喔 因為用過什麼 換寵 逐樓 哇 晴天劍 這兩隻好像飄浮了 直接換寵 懸童 精神強烈兩招 我這次應該要用能量球 超能力也可以 第一次要用超能力 對 第一次要用超能力 這裡回血 慢慢回血可以 不行 打不通他 他有火技 講究眼鏡 不行 打劍鬼 換講究頭巾 OK 超夢夢用鳴慾 會好些 我覺得 然後其他全部都是光粉 光粉流 再來個 烏泥炸彈 然後背殼印砍 砍 冥想 OK 水流噴射 對呀 用頭帶 刀砍死 不要緊 睡覺相當麻煩 先回去吧 吃藥 藥之訓練家 萬能藥 然後這裡用背殼印砍 左手面 哎呀 催眠賣 那我衝浪了 沒辦法了 我衝浪了 水流噴射 我衝浪了 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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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打死那隻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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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在獵獵中 水衣 要Mega進化了 毒 6架 我們用 精神強念打這隻 之後用 逐流 精神 理人 阿里多斯 精神強念打這隻 之後再用 突襲 打這隻 OK 先打死了一隻艾魯 哎呀 剩下一隻 那就二打好多了 能量猴 衝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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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血 哎呀 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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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學了一招毒技 二打好多 那隻 沙內黨 真的二打好多 OK 然後就要火箭總部 火箭總部有劇情 OK OK 忘記用那個 金幣 金幣 金錢那個是什麼 這裡 這個幸運分量要有 沒有錢 很窮 很窮 鬼訓練家 好 這裡做什麼 30 現在都30 三對一 三對一 這隻 超人 死 然後大不太多 被雙打 沒錯 雙打環節又到了 好 超夢夢 大劍鬼 水衣杯 水衣杯 沖浪 哎呀 換寵的 逼我 我逐流很厲害 神速 超夢夢 沖浪 一下沖死了 沖浪 不是啊 精神強 怎樣 可以 可以 沖浪 這隻手很漂亮 但是不厲害 OK 完成了火箭總部劇情 然後樓下有屬性空海竹 我這裡還是不理他 OK 好 然後他說要去哪 怎樣啊 糟了 忘記了 他應該是 噢 我記得了 潛水下去 找這個水艦隊那個劇情 是不是啊 要去他那個地方先 潛水 潛水也是給人喝的 嘩 超夢夢的偶適 大劍鬼可以給 不要報復 不行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下去了 上一集我都說到 今集會抽東西 那我們來抽一抽東西 各位 現在身上有12萬6 我們可以抽一抽東西 這一下我就是不會用SL 好 來啦 抽完應該是入電腦的 不用擔心 我們用扭蛋機 要用600元洗一次來扭蛋 試 精靈會自動發送到倉庫 OK 嘩 廢利托斯 都不是不行的 廢利托斯都OK的 重鋼是 重鋼是 都OK其實 不差的 各位 OK的我覺得 滿意滿意 起碼不是那些 冷水 那些什麼冷水猴 我覺得已經OK了 好 可以用來放釘我覺得都OK的 但是不是啊 廢利托斯好像只有 是不是岩釘 還是地釘 之後那些他好像要計成 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有一種毒釘 我看到都教了 毒釘OK的 哎呀 這裡又要 不是吧 oh no 這裡又要學技 廢利托斯要學技 不要電池飄浮 怪力都給廢利托斯 不要撞擊 真可憐 廢利托斯 剛剛扭出來就要學招式機 就要馬上學這個 那些什麼 那些叫做工具寵 就要成為工具寵 好 先看看這個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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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怎麼走呢 這個位置 怎麼花成這樣呢 那個位置 啊 OK 可以 谷石獸 自爆 五腰 多次谷石獸 太劍鬼 所以 我們的超猛猛已經74了 已經不是 已經不是那些 弱弱的訓練家了 我們超猛猛之前還有很廢的 但一進了商場之後 哇 真的厲害了幾十倍 地震 好 這裡好像要打 水艦隊的水不同 欸 拜拜 這樣也不用死 竟然 波波 這個是 毒 毒 就是超猛猛 巨亞沙 巨亞沙 巨亞沙是 巨亞沙是 甲斗 或者草是 我們先用大劍鬼摸一摸 或者水衣背 水衣背的圓 加速特性 劇毒 火箭頭鎚 水流噴射 啊 竟然我們在頭巾 緊不緊要被他打死 反正我劇毒他也有好處 超夢夢的能量球 OK 他的能量球應該自己改 可以 可以 好 這裡 換成了神獸之後 整個大地瘋狂下雨 現在 OK 然後這裡好像有東西 我記得 原來是蛋白藥劑 原來是 好 之後在哪裡 之後好像入流尼士 我記得 入流尼士 好 新綠蘭 為什麼這裡有這麼多石 我沒有印象 沒有記得這裡有這麼多石 猛狀不要 為什麼這裡有這麼多石 是這樣的嗎 這裡 哇 夜晚露雨 哦 這裡太陽 正在出 這裡就下雨 那邊就出太陽 好 這裡 哦 這個 神獸位 看看是哪個神獸 馬立飛 OK OK 不要特別了 走 那兩隻神獸 經典綠寶石畫面 又再出現了 OK 之後就 不肯問這兩個人 OK 接著就找大午 然後加入神石 不是神石 這個 古動的寺廟 不知道是什麼 天空之處 嘩 就是 帝亞盧卡和帕魯奇亞 真的 好 好 送神火山 沒有記住 天空之處 好 直接走了 那這個去哪個 為什麼有一條路可以上去 沒有龍的 好 好 之後就會去天空之處 劇情推進得很快 突然之間 因為這個超夢夢 找到這個星爹的地方 馬上開心了 好 我記得好像不用踩單車 嘩 陰波龍 連力討厭 連力討厭 不用的 一支麻龍 七夕清廟 OK 熱空座 跟著可以直接飛去 這裡 又來經典的一刻 經典的一個又再重現 我究竟 在我的人生當中 究竟要看到這一幕 究竟多少次 我至少大大話 應該看了二十幾三十次以上 這一幕 好 成功解決了這個 風圓災難 然後就問這個人 然後再跟這兩個彈散說話 OK 完結 招式07 那就是這個攀木布 OK 好 今天很順利地解決這個事件 等下集回來就打這個第八個道館 之後就是四天王的挑戰 那就完結了週目 希望就很順利地解決 OK 那今集時間就玩了這麼多 我們下集再繼續這個第八個道館的挑戰 各位再見 拜拜